想到过去两年受的委屈 跟过我的生活 保姆速度讲到哽咽 更是控诉当初没借案子的托预战阵长 事发在2021年10月 当时一名刺青师指控 将11个月大的女儿交由 有保姆证照的蔡清保姆照顾 但两天后却因为头部重创死亡 当时刺青师的网红好友揭露此事 保姆家里遭到黑人撒名指 保姆夫妻也跪着爬进女婴的灵堂 甚至遭到女婴的父亲友人殴打 但两年后检察官查出 女婴的身上有毒品反应 父亲的毛爬上也有毒品残留 保姆或不起诉处分 但第一时间女婴父亲脸书开炮 拉开跟在你家处意外 有何关联绝对上诉到底 保姆当时未出面 透过友人发声 一家人被霸凌好久 趁到真相到来真的是奇迹 他首都受访 除了哭诉 两年来的委屈 也认为社会局该负其把关责任 社会局做出回应 站长只是热心 没有义务跟强迫 最后还是由家长跟保姆 合议签订托于契约 而现在虽然保姆 或不起诉处分 但女婴父亲的吸毒案件 尚未癥结 三星期间是远航 古仙高雄报道 第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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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智癌